台铁又出状况了 有民众在9号从台北搭乘自强号到台中 途中列车剧烈晃动 而且还发出了巨大的声响 但是列车仍然继续的往前开 乘客搭的是胆战心惊 更是摇晃到胃非常的不舒服 他不禁想问 这个列车在出车前难道都不用坐安检 真的没有什么问题吗 剧烈晃动晃到夸张还伴随声响 仿佛电影场景或见升空即将冲破大气层 民众9号搭乘139次自强号 从台北到台中两个小时车程 有一个半小时都在剧烈晃动中度过 网友看了也直呼 车上是不是有人放阿妹的三天三夜 但其实台铁自强号列车被爆异常抖动 已经不是第一次去年12月有民众从彰化 搭到台北也拍到椅子剧烈晃动 台铁当时回应是因为车轮踏面有 魔耗的情况导致列车行驶时 车厢左右摆动明显 这回台铁又搬出一样的理由强调战不 影响运转安全但为何相同状况 一再发生台铁不愿出面说明有专家分析可能原因 那其实这一款车其实有设计上它原本的一个瑕疵的存在 因为它的整个车体的配重问题 整个系统的设计问题 所以导致它很难说百分之百的去达到它 检震装置可以发挥的一个效果 两次发生剧烈震动的列车都是推拉式自强号 车龄超过20年以上 拖车是由韩国制造 专家表示当时出厂就发现有配重不均的问题 本来就比较容易发生震动 再加上车轮磨损或是轨道刚换 以及减震零件老化 都是可能导致震动加剧的原因 建议台铁将借零该换的零件全部都换新 加强减震装置处理 才能改善旅客乘坐的舒适度 记者先来许兄明台北报道